这首歌是为泉州的桥文化创作的一首歌 《桥乡的桥》 其实海外的桥胞更加体现了这种泉州人 向海而生又容乃大 还有爱听感应的这些精神 在桥胞的身上是体现了能力尽致的 而泉州的桥胞对家乡又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些海外爱国桥胞的这些身影 然后我这首《桑错》这首歌 写的实际上就是写的桥胞 写的他们最浓厚的这种乡成 之所以为什么用《桑错》这个名字呢 其实这是一句米兰话 《桑错》用米兰话就叫做《蓝树》 它有两层的意思 这个《桑》这个词啊 实际上是在米兰话里头专有的一个指的 其实泉州有特别有特色的红砖大措 就是米兰话叫做《昂增短簇》 然后还有一种跟海外华侨有关的叫做《翻载楼》 那是泉州自古以来去南洋 去南洋打拼的那些南洋的那些龟桥 回到家乡所盖的两层三层的那种翻载楼 叫做米兰话叫做《花拿簇》 其实不管说《大簇》还是《花拿簇》 它都有这个错 第一层的意思就是指的这个错 这个房子《蓝簇》 更深层的意思就是讲的自己家里的人 尤其是在海外的时候 比如说听到这种乡音啊 见到家乡的人 我们都会说啊 《蓝簇》 这是《蓝簇》 就是都是我们家的 所以这两个字代表了泉州的这种相立相情 代表的这种凝聚力 所以我这首歌写的就叫做《蓝簇》 我写的第一首和泉州和家乡有关的歌 《花开的街巷》体现的就是一种乡愁 里头有很多我儿时的回忆 而且特别巧的是我那时候 那首歌上面提到的很多的景点 其实这首歌现在在社会上流传之后 被很多人认为是泉州文旅打卡地图 他们通过我那首歌就可以逛泉州的好多的这种景点 比如说里头有提到的洛阳桥啊 东西塔啊 就是开元寺的东西塔 还有包括像那个老军岩 这些都成为了泉州的事宜点 当时也是因为我18岁离开江阳泉州嘛 到现在已经有24年了 所以其实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会对家乡的这种感情会越来的越深 我就越来越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泉州人 作为一个音乐人 作为一个导演 我有这个这样的责任 把家乡的文化推广出去 请留步 请订阅路